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第一个单词 圣子表印的第一个单词 反响这个单词是反响 反应和回音 而这个单词在这里标注的是名词 也有撒边动作词形反响する 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句 具体做一下解释 就是说这本书在全世界怎么样 都是引起了反响 那么发行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发行数在增长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拉动了 发行数的增长 那么比如说村上春树的新的作品 好 再往下来看下一个 这是什么呢 说在音响特别好的这种大厅当中 那么这个声音呢 它其实是可以有回音的 那么可能这个能够欣赏到更好的 这更棒的这样的一个演奏 注意汉凯这个单词 其实我们大家注意这个想 对应的是凯也不是第一次学过 对不对 大家想想影响怎么说 是不是 凯是吧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单词是 这单词是说话少神莫寡言 也就是无口的意思 无对应是 无口对应是口 あの人は急に無口になった 就那个人怎么样 突然沉默寡言了 好 接下来这单词是 这个单词是高声 然后容转嘛 就是肯定是高声进声了 因为有容字 A等是容转等是天 它有名词词形 也有自动词词形 后面加上死路就构成自动词词形 就是什么 恭喜你怎么样 高声了 不就你A等死路 就是容声为部长 你表示最终的结果 好 再一单词是 Kai这个单词是价值 Kaiがある是有价值 而且这个汉字 可以写成这个 就是甲斐这个词 虽然是生活当中 有时写有时不写 努力のKaiが表れる 就是努力的价值 怎么样 有所体现了 一会儿呢 这个支持点呢 我们还会作为什么 作为语法不分 再给大家出现 它是一个重要的 语法支持点 接下来是 心配をかける 这个单词是 担心使挂念 就是让人担心的意思 いろいろご心配をかけて 済みませんでした 就是让您担心了 非常抱歉 比如说呢 自己生病的时候 别人在问自己 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 いろいろご心配をかけて 済みません 包括这个 别人特别关心的 问自己的这个工作 以及升学的情况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来说 好 可以当成一个 日常用语来记 接下来下一个 表述形式是 その気になる 其实大家想一想 気になる 我们在中级第六课 学过是什么 就是担心在意 对不对 也有对谁谁有意 而这里的 き是精神 就是有那种精神 就是有那种想法的意思 好 所以说呢 这个输入点并不难 現在留学は そんなに難しくなくなった その気になれば すぐできます 现在留学 已经不再那么难了 说只要你有 那个想法怎么样 马上就能够 就可以了 好 这样来 好 这样的话 升纸表一的单词非常少 我们就记得到这儿 马上进入今天的 语法与表达部分 是什么事 谢谢你 那个事